当七旬老人遇到17岁少女 青春的气息无时无刻不挑拨着老人的内心 但它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们之间的距离横跨了半个世纪 对少女所有的幻想都只能默默写下来 埋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老人有一个徒弟 一直比较浮躁 技术不行还硬接活 因为发现老师和幼女走得很近 觉得自己在老师心中的位置要被夺走 所以处处针对女孩 这次写不出好的文章 也全部怪罪于女孩的身上 找借口让女孩来到家中羞辱着她 一次意外发现了大壮藏在箱子里 为女孩写的稿子 再一次惊叹着老师的天赋 与无人能比的才华 心生忌妒的他 趁着深夜盗取了老师的文稿 当做自己的作品发表了出去 而当老师得知了这件事后 质问着英俊 而英俊反而质问起大壮 70岁的老男人和17岁高中女孩之间的关系 算得了爱情吗 这是肮脏的 大壮听到后 气愤地把英俊赶出门外 因为文稿的发表 让大壮眉脸再见女孩 于是把自己和她隔绝开来 女孩意外地看到了发表的书本 意识到书中的那个少女就是自己 以为是英俊对自己的表白 于是在问到英俊是不是喜欢自己的时候 英俊代替着老师回答着 我深爱着你 从第一次见面就心动了 而因为家庭缺爱的女孩 第一次感到了被人爱的滋味 深深地沉浸在被欺骗的爱情之中 大壮无意间发现 英俊和女孩在自己的书房里 做着广播体操 她内心对美好的所有向往 都瞬间地崩塌